欢迎大家出席2021-2022年到香港辩论超级联赛的赛事 今天的辩题是 现今中学对中学生实行法感不合适议 由正方九龙堂学校中学部 对反方天主角蓝田 对反方蓝田圣保陆中学 现在为大家介绍双方辩议 正方主变 麦依恒 正方第一副变 郑浩阳同学 正方第二副变 蔡俊佳同学 正方杰变 郑浩阎同学 反方第一副变 李子盈同学 反方第一副变 郑浩阳同学 反方第二副变 郑浩阳同学 反方第二副变 郑浩阳同学 现在为大家介绍三位评判 他们分别是 马锦文慈善基金 马锦文慈纪念中学中行 中文辩论队负责老师 程程程程东亮老师 金巴铃掌路要道中学 陈乐赢老小姐 保禄六世书远中文辩论队顾问老师 头要图老师 本场比赛分为主变 台上发问一负二负 台下发问结变更六个环节 台上电源发言时间为4.3.3.4 每位台上电源发言时间 结束前30秒会有一丁提示 丁 时间到会有两丁提示 丁丁 多时15秒则会有三丁提示 丁丁丁 五人将打断电源发言 丁提示评判扣分 详细赛规早前已发布置 各参赛学校请问双方主电队 赛规有没有任何疑问 如果没有的话比赛正式开始 想先问一下两家学校有没有外与申报 丁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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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席、评判在座各位,大家好,校服移用在现时香港中学管理学生的重要一环,虽然香港教育局对于学生校服移用方面并没有文明指引规定, 不过,香港绝大多数学校由上至下服本色、下至鞋和蜜的颜色都会有规定,当中普遍学校对于学生的头发长短和发型也有相关规定, 例如男同学的头发不可以过眼眉,又或者女同学头发太长就要扎起它等等,这个就是今天辩提所说的法禁。 不过,教育局训育及辅导组在2015年的处理学生行为问题呈点研习资料套里面, 对于学校制定学生校服移用政策,提出学校需要平衡与时并进和朴素的校风为原则, 在香港,东华三院黄乎南中学中乐学生林泽进质疑学校不让男学生留长头发, 是有为性别歧视条例而向平机会投诉,今天的辩提亦都会认运而生。 根据台湾教育部国语词典,不合时而是解作那件事情已经不合时势需求, 和当时的风气不相容。我方立场认为香港作为中西文化汇税的大城市, 时代和风气都已经有所进步和改变,香港中学对学生实施法禁并不合理。 不论男女学生只要她的头发符合教育局所说的平衡与时并将和朴素两大原则, 以求维持整洁,并非标期立二,那学校就不应该作出无理的限制。 因此,今天衡量现今香港中学对学生实施法禁是否不合时宜, 主要视乎法禁是否符合现今学生需要,以及令社会变得更为进步。 我方认为现今香港中学对学生实施法禁是不合时宜,原因有二。 第一,维持法禁,无助学生成长。正如香港直接资助学校议会副主席郑见德所言, 校规的意义手中教导,是一种教育学生的工具,并非将校规成为校园内的法律。 香港小基创意室远校长许汉荣更直言,要求男同学速短发宣算是端庄朴素, 这个想法根本是虚无缥缈,实际上还是用三四十年前的校规去规范学生行为,实际上是非常脱节。 由此可见,当今香港教育港球全人发展,达至个人独立和自主思考, 如果继续停留在规管学生的发型或者头发长短,根本不可以教导学生成为更好的人, 同时也会令校规继续变得僵化,学生无法获得更大的空间成长。 第二,维持法禁妨碍社会进步,正如领南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政策系研究助理教授黎远山所言, 因此而容规分在建基于社会上固有的性别营章, 例如男生短发着腹展示干净利落,这种操作模式只会继续巩固社会上的性别定型。 香港教育大学社会学科系副教授陈杰华根直言, 在发禁下男生的短发形象加强性别意源的价值观, 从而忽略其他不达标的学生。 由此可见,当学校本来就是社会的缩影, 如果继续执行带有性别定型的发禁政策, 实际上和现时否定性别定型的趋势背道而辞, 甚至将不符合主流价值的人会被排除灾外, 对社会整体发展并非好事。 最后想问有方, 究竟发禁政策有什么独特性是其他政策取代不了, 只有继续推行这种政策才符合现今学生需要呢? 多谢各位! 政方主便特业时间为3分50秒, 无超时无需3分。 现在有请… 主席主席, 麻烦你给我一点时间给分吧, 麻烦你。 谢谢。 谢谢。 许多谢方主席, mo gastrokeotherefoureroensationtu総合现今之中参与一下大内固者。 麻烦你主席。 請先示範 有四分鐘的時間 請先示範 聽不聽到? 可以 主席評判序 各位大家好 法禁系指保證學生外觀整建 而針對頭髮訂立的效規 例如禁止染電燙花 頭髮立能連散發及限制留可長度 今天有方跟我們說性別的問題 男者要留長頭髮 多謝有方承認要禁止染燙的必要 說來說去都只是頭髮長短 都覺得染燙太廢時失事 會影響學生學習 提醒再者各位 禁止染燙都是屬於法禁 所以便提應部分性 有方說要容許男生留長頭髮 擔心個別同學有性別焦慮 有方見到現時平機會 是會幫同學和校方協議 建議學校特事特辦 有方需要論證 發禁有一刀切全面廢除的必要性 以致全部學生都不應該受法禁所限 有方要成立辯題 必須要論證 發禁已經毫無意義 只要容許全部學生發禁 發營大約開放 才可以令學生生心健康 建立健康的學習環境 有方反對辯題原因有二 第一,拖低學習效率 破壞學習風氣 將學生理應遵守學習 校規設立 發禁的目的就是要培養同學減薄的生活習慣 避免翻考的髮型 然而衛生署學生健康服務都指出 青少年強烈對有好奇心 並會急於尋找自我形象 故此追趕變化多點的潮流發營 對於當事人而言 未繼平日留意潮流雜誌 偶像傷發營 Prime Floor發營屋都指出 平均單次展驗堂都要近五個小時 學生日常護理飄驗顏色 每天吹捲、吹頭 無疑要付出大量的精力時間 因此教練會副主席鄧飛 都同意取消法禁會降低 學生對學習的專注度 長語言而難以培養學生自主學習 然而學生打扮普遍受明星偶像影 可容易跟隨誇張造影 這點連加里福利亞大學的 青少年心理輔導都認同 例如權子龍的彩虹頭 只會遮住兩隻眼的日本公主赤等 所以美國神經生物學家利斯博士都說 這些浮誇的髮型不但擋住和插著眼 還會遮住其他同學的視線 分散注意力 沒了法禁 學生花了更多時間在整髮型 又會長出其他同學上課 上課是否大大降低學生的學習效率呢? 第二,開展髮型競賽 構成憑背壓力 整個新髮型、電染湯 最少都要一千到三千元不等 一旦容許髮型大解放 髮型會為甚至未成熟的學生 中學生攀比的戰場 開始爭言鬥勵 追求新款髮型 沒有經濟能力的中學生 根本負擔不起幾千元的費用 但甚至發展未健全的中學生 為了獲取憑背認同就盲目跟風 這點忽一尼亞大學心理學家 威靈漢都認同 因為如果不整個話 就無法迎合貧背 又被人杯葛和梳尼的風險 那就只能選擇跟風 還要額外多花一筆錢 來保養頭髮 美國心理學家所羅門 艾許實驗都指出 近八成學生會下意識 看不起沒有錢染頭髮買名牌的同學 硬見家境富裕的同學有錢 不斷整頭髮 就會將自己和家境好的同學比較 而感到自卑 所以社會學家李察奈特都說 取消法禁會特顯貧富懸殊 造就貧背壓力 有害學生身心健康 最後想問有方同學 承不承認解除法禁會的劇攀地心態 多謝各位 反方主編發言時間為3分46秒 無超時不需求分 接著是台相發問環節 先請正方派出一位台相邊緣 向反方主編提問 發言時發問時間為1分鐘 之後反方主編會有一分鐘準備 然後有一分鐘時間回答 題問和準備一樣 於限時前15秒會有一丁提示 時間到會有兩丁提示 接著就輪到反方派出一位台相邊緣 向正方主編提問 請評判注意編寫分數的次序 反方分指第一格依發言次序是回答分數 第二格才是發問分數 現在有請正方派出一位台相邊緣發問 沒有1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先向鏡頭示意 在座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同學跟我們說 發禁不合時宜是破壞學習 炮規效率 專心打扮令學生無法認真學習 和憑背壓力 但是有方看不清楚變題的核心 其實今天有方並沒有回答中學生的髮型和頭髮長短 究竟有什麼獨特原因 是一定只有對他實行法感 才可以做到有方同學口中的理處 試問今天中學對於學生的不同校服儀表 都已經有不同的規定 例如三副鞋物款式 一般都是規範了學生的個人形象 一般都可以做到有方口中的好處 想問有方是不是樣樣都做完 只是拆形不符合也算是有問題 多謝各位 反科主編現在有一分鐘準備時間 現在開始計時 定 有方講的確是要做出一個 有方法 那是否有個小的 正確 有方法 有方法 是 很多 有方法 可以 有方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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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恐吝点赞 一套新动漫 就去染一次头发 難道友芳觉得这个价钱是中学生可以负担得起? 承担不起的学生面对贫买的压力叫她们染头发 友芳又可以怎么解决呢? 多谢各位 正方主帝现在有一分钟准备时间 现在开始计算 第二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有请正方主帝回答 有一分钟作答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谢谢有方的提问 你们说看不到黑板 但现在学校追求的是朴素 但其实可以有限制 有方说验到这样 那是否可以追求到与时并进 与时并进和朴素呢 多谢各位 财商发问环节结束 现在有请正方第一负面发现 你有三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可以 可以 是 主席评判在在各位 大家好 今天我方主席问了 右方究竟发禁有什么特性 去到今天都应该要维持 但是右方并没有正面回答 因为他们都知道 并不是只有发禁这种手段 才可以做到 想问右方 是不是只要不做发禁 整间学校的形象 甚至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 都会没有了呢 再说了 今天右方对于发禁 这件事看得很容易原对立 只要全部禁止 或者全部不禁止 不过发禁一词 从来是带有硬性指标的意味 同我方说 要是 御时并进同 朴素之家 作出 平衡的弹性方法 作出 平衡并不一样 想问右方 你们心目中的标准 是不是只要有少少地方 不做得 就算是这样呢 所以 听到右方所说的讲词 不理解以下两大错 第一 右方跟我说 发禁是可以避免到 学生的分心 其实 可以令到学生分心的东西 是有很多的 例如是游戏 学生可以因为沉迷于电子游戏而分心 所以问右方同学 右方是否认为 实行发禁 是否可以像一个免死金鞋 抵挡一切 因为有害而导致分心呢 再说 今天右方又说 为何为是破数呢 其实右方都要了解 发禁是不合时限 明白 如是并做是对的 但是我们不应该多加限制 同时只要男生长头发 女生短头发 只要整理得好 都可以很干净 所以想问右方 只要染发男生头发一场 是否会影响到学习呢 作作各位 现在中学不少校规都已经 变得开放和进步 例如以前 完全不让女同学戴耳环 到现在可以给一些不太夸张的耳环上学 证明校规是可以随着时代而改变 但是同时又维持到破数的形象 令到校规变得更为人性化 如果我们继续维持法禁 其实实际上是压杀学生的成长空间 实际上是得不偿失 正如香港大学教育政策 与领导学校港师潘雨轩所言 学校是不应该让社会的风气改变了 才再作出改变更何况 现在社会组织对性别定型的观点逐个打破 香港的教育政策也都讲求创新和进步 我们可以讲科技需要创新 讲教学要创新 为什么一来到发感这个问题上 就要继续去回三四十年前呢 多谢各位 谢谢 顺畔第一副片发言时间来 两分四十四秒 好超时还需变分 接着是反方第一副片 你有三分钟发言时间 準備好事先向鏡頭示範 可以 主席、評判、聚聚各位 大家好,來到一幅位置 不難發現有方覺得發禁不合時宜有幾個擔心 讓我們逐個看 剛才我們有方承認了我們要有限制 我們現在來看社會風氣 有方說我們要與時並進 為什麼女生戴耳環也行 但現在我們就看到 現在社會風氣還在歧視著 以性小眾 中大研究也跟我們說八成人會歧視性小眾 相反有方一句說社會變了 我們就可以了 請問進步了在哪裡 這點有方要論證 不然變題就絕不成了 有方又跟我們說林同學 但他已經進入了調停階段 有方你如何確保結果最後是怎樣 不如有方你怎樣要論證 甚至我們看到跨清主席也成功爭取到 換了藍裝校服 他也沒有上新聞 有方為什麼不覺得這是個別學校的問題 所以從來都不跟法禁止 有方沒有混淆自聽 有方跟我們說樸素 但從來不敢跟我們說 我們不可以演法 不可以創法 所以我方開篇就跟你說了 學生之中容易存在 攀比心態 到時有一天你見到全個操場 都是紅橙黃綠青藍子的頭髮 全個操場是安利亞 有方你是不是樂見 所以現在有方從來都不敢說的時候 變態已經不成立了一半 有方要跟我們說獨特性 那我方就跟你說 我們這條下規就是唯一一個可以限定了學生 不要去攀比 不要有貧富懸殊 確保公平學習環境的工具 所以有方 麻煩你搞清楚 有方又說我們現在有性別定型 但有方很直線邏輯 男女規矩不同 是不是就等同於有性別定型呢 事實上 正如教聯會副主席鄧飛所說 男女下規是為了配合男女生 心理和生理的差異 不是性別定型 好像也有男次女次 那有方你是不是說他性別定型 所以我們現在不是要去定型 而是要去看兩性之間本質上的差異 所以有方這點就搞清楚了 有方又說我們現在養成了腹化思維 令到他們不可以成長 但有方你真的很奇怪 我想問現在的人是不是沒有成長空間 是不是完全被人騙殺了 不是吧 甚至看到2018年國際學生評估 都跟我們說 數學這些需要思維的方法 我們都排第四 那為什麼我們是沒有成長空間 沒有思維空間呢 甚至有方跟我們說 其他外形都會 其他條件都會增加壓力 但有方你當上學是可以時裝修 有方你都承認了我們現在是有壓力的時候 為什麼還要突然再加壓力下去 令他們繼續更加多壓力 更加多條路降 有方都不想見到 所以在座各位 去不同場合都要遵守禮儀 以示尊重 在教堂我們不會穿背心 去見客我們不會穿睡衣 而學校在學習為本的地方 所以透過法禁 校服規條去營造純潑的校風 和良好的學習環境 繼而令同學專注學業 但有方今天禮制法禁 變相是鼓勵了學生用過千元去做頭髮 叫他們捨棄課後時間 翻足一個星期才賺到不錢 甚至要先花未來錢 向身邊的同學借錢 有方要知道 這些錢不是那麼容易可以得來的 有些窮的學生 他們可能儲了一輩子錢 都碰不到頭髮 所以今天有方現在要增加這個貧富 是否真的為他們好呢 多謝各位 反方一庫發言時間為3分17秒 右超時請評判在分子上扣除5分 接著是正方第二庫別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趁先向正投示意 喎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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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喎啟?喎啟是怎樣聽到? 喎啟聽清楚 喎啟聽得清楚 喎啟可樂說 喎啟 喎啟 單 主席評判還有各位 大家好 今天我 kamرض 不抵問 現在香港繼續變得進步 有科不反對 但是另一方面 staffing牠又說 繼續要維持法禁 說到不繼續做 其實這種情況非常矛盾 因為當整個教育發展方向都要講靈活和進步 打破法禁和這種教育的方法 發展系義是方針並無任何違背 想問右方,究竟不維持法禁會危害到哪些教育理念呢? 再講其實現在很多學校的校規都已經是與時並進 與破數之間出出平衡 例如鞋的款式不再硬性一定規定要綁鞋帶 又或者效率都可以變成是外套 這些都是在反映著校規並不是 好像右方眼中一樣永恆不變 亦都隨時可以隨著時代改變而進步 想問右方,究竟法禁有什麼獨特性 並不可以以上述的例子作出改變呢? 到現在,右方都犯了兩個錯誤 第一,法禁存在對學習無影響 今天右方說就算有法禁都不會影響到學生的學習 不過右方始終忘記了青少年在成長時期 對外表的執著是會影響他們的個人成長發展 因為外表是確立青少年自我形象和自尊的一部分 亦是法禁是否對青少年有深遠的影響 甚至右方,你們是不是覺得就算影響到青少年的發展 都要繼續維持法禁呢? 第二,保持學生形象維持學生清潔 今天右方說法禁有助保持學生形象 可以令到他們變得更為清潔 所以實施法禁都不算是不合時宜 不過右方說得出是維持清潔 最重要是頭髮要夠乾淨 不會引來衛生問題 實際上右方根本沒有把焦點放錯了 想問右方如果維持一個形象真的那麼重要 是不是男女都要一畫剪一個同一個髮型呢? 還有各位證如姓小眾組織午夜男所言 適入不符合男女定型的學生會不會被老師標籤為壞分子 加深性別定型的觀念 不過當社會發展不斷廣告進步和開放 以及要打破舊友的觀念 而學校作為社會的縮影 反而在法禁問題上變得搜救 請問右方為什麼連社會說要打破性別定型的規限 回到學校就是一樣錯的東西呢? 如果學校要維持法禁系合理 那明明社會都認同是沒有問題的人 回到學校就會被標籤系經歷款動 變相由學校帶頭排擠他們 甚至是覺得他們是有問題 隨時傷害學生的自尊 影響他們的個人成長發展 以及令到學生和社會出展 多謝各位 正方第二副部演發言時間 問3分03秒 老超時還需靠分 反方第二副部演員 反方第二副部演員 有3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先向鏡頭示範 主席评判卓,各位大家好,首先看优方的定义 优方和我要在整议的前提下可以不染头发、烫头发这些通通都不计算 但优方主一和优方说香港所有的学校都有限制染头发、烫头发等等 为何优方可以无端不走呢? 所以优方已经不敢说了 优方是知道我说不过去,所以想要逃避 但优方都会说要以整洁为前提 所以想问优方同学不限发型如何确保他们的整洁 优方已经回答不了 你都以夫妻为之,我们不妨从几个不清不楚去审视变体 第一,对我方提出对性小众的问题不清不楚 优方同学说会有性别定型 但我方一夫问了你,男生是否应该不上木工堂 女生不上家政堂,优方同学都回答不了 所以就是说这些学校的规矩 从来都不是刻意去创造这些性别定型 而是学校要维持 校风要有整洁的形象 但优方同学觉得学校从来都不应该维持这些形象 加上优方也认同要接纳性小众 但为什么不可以做教育大众接纳他们 而是让你改校规到底实际成效在哪里呢 有方同学从来都无论证过 所以最后人们以为改校规就够 继续什么都不做 那些人继续被人当是意类被差别对待 有方同学又是否想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第二,对发禁带来的利弊不清不楚 有方同学说担心会有固化的思维 但我方一副问有方看到哪里有香港人的思维逻辑固化了 有方答不了 再说,相信有方同学也有法 相信有方学校也有法 但有方现在依然在打辩论 不就是代表自己有独立思维 那就是因为学校有很多不同的科目 教学生要创意思维 一染头发,染一些海胆头 回学校阻止其他同学 令他们不专心上课 令他们有固化思维又是有方乐见吗 接着有方说不理社会的进步 但有方是否觉得所有东西都可以因为进步而无条件地开放呢 所以现在的学习受到影响 因为蓬佩的认同一而 令他们要染发 心理健康受到影响 这一点又是否利于他们的进步呢 接着要讨论发禁是否合时宜 就要看看发禁的本质是对还是错 我们还要看看社会大众的反应 同样有发禁争议的泰国经历过几次网络的声援 网上一些游行 甚至是大型化妆品牌都表达要放一些发禁 最后教育局局长都没有取消发禁 那是因为 那是因为他们不希望去惩罚一些 那是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了攀比的重要性 多谢各位 反方第二副电发言时间为良分48号 报超时间还需求分 现在进入台下发问环节 双方各有两轮发问 请正方先派出一位台下电源发问 请电源开头镜头并继续试麦 没有一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先看镜头示意 请请正方提供 可否尝试大声少许 再大声点 可以 请问反方以及评判 是否听得清晰 再大声点 时迷时迷时迷 时迷时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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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先向镜头示意 可以 可以 定 在座各位 大家好 今天有帮主电话 取消发禁 引起 影响同学的身身健康 所以就要维持 不同一个学生分学 除了校服是一样之外 其他的物品 例如文具 书包 人人 都是不同的 好似有方一副 讲的 很多不同颜色的 东西 当大家的家境 不同 所以中学品 在同学之间 会造成差异 想问有方按照 你们的防止 头发精彩的逻辑 那是否大家的文具 和书包 的款式 是否和价钱 是否和都要一样呢 那才是否保障 学生的新生健康 发展呢 多谢各位 广播 反方 现在有一分钟 准备时间 现在开始计时 兵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准备时间 结束 现在有请范芳 派出一位订阅 进行回答 你有一分钟 再答时间 准备好 请先享计 求试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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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谢谢 主题 评判者各位 大家好 多谢友方的提问 先 友方今天和我们说 我们原本已经有压力了 所以友方已经承认了 我们现在 无法地就会有 频率攀比的压力了 再说今天友方和我们说的文具 等等 那些已经不在讨论范围里面 所以友方不过搞清楚 好了 退一万步了 现在是否多一个压力比少一个压力好呢 这些友方需要论正的 友方又和我们说 我们有不同的颜色 就有差异 有压力 所以友方现在发的 就是不给你有红橙和青男子的头发的颜色 去防止一些很穷的人 他见到一些很有钱的人染了头发 继续感到自卑 友方是否要不给公平的学习环境他们 谢谢各位 现在有请反方派出一位财卡变员 发问 请变员开看镜头 并视麦 视麦视麦 请问听得清楚 听得清楚 准备好 可以说 可以 可以 谢谢 各位大家好 其实今天有方很矛盾 一方面说控制学生头发长短 限制了学生成长 不可以令他们成为更好的人 但另一方面又说要求学生发型破素 不可以标其立意 禁止他们做夸张发型 禁止他们标其立意 如果一个同学觉得整个爆炸头才叫张显至我 另一个同学觉得发色是螢光获到可以卫生整结 有方同学又觉得他是不是标其立意呢 如果有方都因为当他们标其立意 而不让他们这样设计自己的发型 为何这些限制不叫发感 不叫发感又要怎么称呼呢 多谢各位 姓芳现在有一分钟准备时间 准备好程才向您 现在开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否算是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其实是特殊情况作着情处理 所以根本不需要担心 有方同学又说 现在有发禁 可能整齐就可以 就不叫做发禁 但我方其实见到 现在的对国际 国际都是觉得有头发限制 就已经算是发禁 所以有方同学已经承认了一部分 所以现在要讨论是否合时 除了看发禁的本质定义是对还是错 我们还要看大众的反应 同样有发禁争议的泰国 经历了几次网上声援和游行 但教育局都决定不取消发禁 原因是因为他们都知道 避免同学有攀比心态和恶性竞争的必要 除了这条规例以外 其实香港同性婚姻合法化 都讨论了多年 直到今天都未取得大众认可 依然是不合时宜 所以想问有方同学 连这个同性婚姻都未有共识 而林同学的事件大众都未有继续跟进 为什么取消发禁是合时宜 多谢各位 现在请反方派出入位台下便宜发问 请便宜开在镜头被示范 示范 示范示范 听得清楚 想问一下评判以及正方的同学听得清不清楚 大声点我不是听得很清楚 谢谢 示范示范听得清楚 想问现在评判和对错学校听得清不清楚 好麻烦你们继续吧 谢谢 谢谢 现在反方场下便宜 一分钟的发问时间 准备好请先登镜头示范 好的 叮 最终各位大家好 面对我方现时说香港社会风气不接受 有方一副就说学校不应该等到社会风气开放 才来解除法金 所以有方都承认在现时社会是没有共识 正正符合今天变题字眼不合时宜 所以想问有方按照这个逻辑 香港社会风气都仍是保守 不给纹身 要学生着捧的校服 是不是全部都是不合时宜 如果限制和社会意见一致都叫不合时宜 那世界上有什么是合时宜呢 多谢各位 谢谢 正方现在有一分钟准备时间 现在开始计算 叮 请不吝点赞 这就是 是 只能够人 这个 那 这 练号 准备时间结束,现在有请政方派出一位见员来答 第下一分钟作答时间,准备口请上镜头示 准备口请上镜头示 准备口请上镜头示 谢谢友方和我的提问,友方和我说社会现在很保守 但是我又想在这里想想想,社会上都是有一些人不选择去跟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去行 加上香港现在已经在讨论这个两性的议题 是尝试打破这个旧有的观念去实行这个男女平权 想问友方,如果香港还是这么保守的话 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去讨论这个两性的议题,男女平权的问题呢? 多谢各位 去下发问环节结束,现在是结论准备时间 商工结论各有一分钟再准备 现在开始计时,订阅 去下期就会去 现在开始购乱了 既然事不够 因为的 属性会 整理好 有 emotions 自己 virtually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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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学不是一个教学生要做时尚教主追逐潮流的地方 那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中学才有限制发型呢? 为什么大学又不需要实施法感? 正正是因为中学生未成年 中学是很需要去建立一个有利学习的环境 让他们明白行为的规范 但经过深思熟虑做出选择 就算他日不宜可以内化 从前向从外在的纪律要求 从中锻炼的自制和自律能力 中学定立的各种规条令 学生可以学识之分寸 就例如上学要手持 校服而容顺要整结 发型不可以责乱 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样依然都是限制着学生自由 但他的学生长大成人 面对着的是一个自由到罩延提高的成人社会 如果我们没有在中学教识他们的资分寸 这个没有明文规定的社会 见客会染荧光色弄爆炸头 必须很有个人特色 但职场礼仪完全没有了 其他人会对他有典型的观感呢? 而学校的角色就是在他们身处校园中 知道染荧光色弄爆炸头等等 都是不尊重正式场合的举止 假如人从小都不知道分寸 学校又不去教 那他们长大之后又如何在社会中自处呢? 多谢各位 有四分钟的准备时间 准备好请向我示意 可以可以 定 主席评判在座各位 大家好 相信大家总会见到 身边有同学给老师捉过头发过场 又或者老师要求你摘起头发 不过当同学问到老师 为什么这样是有问题 通常老师都是说一句 因为你犯了校规 但是为什么校规一定要规定这些东西? 好像从来没有人解释过 就算同学问老师 为什么这样才对 就是 连老师都未必给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其实这种 连学校都不知道 怎样跟学生解释的校规 学校准容不容许它继续存在 算不算合理呢? 今天有方同学说 头发是学生易用的一部分 有方 学校对于很多移用方面都有要求 所以继续维持法禁就是很合理 确实学校对于学生的移用 是有不少的要求 但是这些要求 其实已经一步一步地调整和放宽 例如好像以前天气无论多冷 学生都只可以穿校衣上学 所以同学更加只可以穿校裙上学 不穿校衣和校裙就是犯校规 不过现在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改变 只要天文台发生寒冷天气警告 学生就可以穿朴素颜色的外套 所以同学就可以减负上学 由此可见 校区都会随着时代 而转变会变得更有弹性 为什么样样都可以改变? 就是唯独发禁不可以改变呢? 有方说没有发禁就是令到学生有攀比心 有 会向其他人问去借钱去演发 但是等等 我方所说的与时并进和朴素 加上我方说是有限制 而不是全部都禁 所以有方眼中的红橙黄绿的头发颜色 就是朴素颜色 当今天有方全场都没有办法说出 朴素颜色是现在这一刻对中学生成长的独特性 又或者其他方法为什么不可行 其实已经证明了发禁 是现今中学继续实施 已经没有必要性 如果继续对学生继续实施发禁 事实上 实际上不单只抹夺了学生的选择权利 更重要是现今香港社会发展 对于发型的长短 已经没有同 有没有礼貌 人不好不好 又或者同性别 倾向想等好 大家都觉得现在女生剪短化就没有问题 男生留长的头发也很好看 但是为什么围着中学生就不可以这样做 如果在中学生继续维持发禁 最大的效果就是 一班原本是社会上被认同和折纳的人 就反过来 回到学校会被人说是有问题 那究竟现在这班犯了发禁的学生 他们究竟做错了些什么 在社会上大家都不觉得他们有问题 但是反而回到学校就说他们有问题 当大家说学校是社会的缩影 那这种矛盾观念 反而存在在这条校规身上 正正反映了校规过度僵化的结果 就是 就是只得到法律的功能 什么都是管制学生优先 反而忘记了校规控养 可以有教育的作用 继续维持发光 就会令到这班学生被排除阻碍 被排除阻碍 又是否值得呢 在座各位 当现在社会不断进步 学校教育政策也不断加上新的元素 甚至学校的校服款式都变得越来越多元化 但是这些变化我们已经接受到 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大家都已经责以为常 如果学校继续强调发禁 实际上就是可以强化適忍 適忍对性别定型的保守概念 正是变得与社会脱节 令学生和学校之间的磨擦不断 增加对所有人来说 又是否一件好事呢 多谢各位 正方结变的发言时间为3分53秒 没有过的事 没有需要扣分 那我现在交回给主席 比赛告一段落 本人将会由评判和双方合分员手作 联络处理分子问题 但为了把握时间 我们亦会在三位评判前讨分子之后 逐一邀请为今场比赛给予评语 请对赛学校在原委等候 提提评判 最佳辩论员需要额外评分 每一评判请先选出三位评论 教阶的辩论 再分别给予分数 最佳一位得30分 次佳一位得20分 而下一位得10分 不好意思蔡惠 刚刚反方一副的时候 是听不到钟声 所以 只是听到三声 所以 已经停止了发言 已经停止了发言 是因为明白到 发言的时候有回答声的可能性 所以他们举牌也是为了 可以让你看清楚钟声的时间 所以是不接受变远 而听不清楚钟声 唯由去 三声已经停止了发言 我还没说过 对 主席的计时时间的话 是在三声的时候 立刻停止发言的话 依然是有超时 算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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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想问一问 是不是如果有超时 是扣5分 是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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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 今天邀请我担任平凡的工作 今天这场比赛 我相信 双方都听得出 是经验相对没有那么老到 都是比较资力上浅的辩论员 但是我觉得 如果听得出这么新鲜的同学 我觉得今天的表现 都算是可以的 都是合格有多 至于针对比赛的 一些仔细的内容 尤其是现在比赛结束的部分 可能看看完结了 那个紧张的心情过了之后 同学会不会对于 那个 刚才的内容 发言内容 会不会有更多的 想法 或者回应上 会不会有更多的补充 我觉得这个时候 都可以提出一下 是的 第一点 就是关于个审题 因为其实 今天条片题 是说 法禁到底 在现今香港 是否在学校实施法禁 是否在现今香港 是不合时宜的一个举动 到底什么叫不合时宜 正方有提出过 但是我觉得 不论正方还是反方 其实今天的讨论 都不是集中很多 在不合时宜 反而是讨论法禁 对学生的成长 是不是利多于弊 这条片题的焦点 是变成这样 我觉得第一点 在个审题上 似乎都未如理想地 去扣紧这条片题 所我们讨论的 所谓的不合时宜 也都是 假设正方的定义 是对的话 其实就应该要讨论 到底 这种法禁的 所谓的政策 或者我们叫做效规 到底 跟社会风气相不相容 会不会因为实施了 法禁 这个效规 是否会违背了一些社会风气 而由学校带头去违背 我想 这是我期望 双方在今天的比赛上 能够多讲的内容 但似乎我觉得今天 好像双方和同学都给不到 太多这些回应 可能去到差不多台下 法文第二、第三条 才有多些这类型的讨论出现 我觉得就好像太迟 而且似乎大家的讨论 就不是太聚焦了 这是第一点 至于 再引伸下去 就是 我觉得今天这条辩题 就是说起学校实施法 其实到底学校的角色 是什么呢 学校的定位是什么呢 似乎双方都没有提出 双方都没有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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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果如此,雙方都有責任討論,在社會中,學校的功能是甚麼呢? 如果真正面對話,反方似乎是想多說服從、紀律、培養學生的規條 就算正方提出這些觀點,也未常會影響他們的立場 因為學校服從紀律的地方是否因為發營的不一,會影響學生接收這些訊息的可能呢? 正如反方,你們認為學校是一個培養紀律的地方也好 但也一樣有很多不同的規條,都允許學生有不同的東西出現 例如你們說的法式、書包、冬天的街衣 例如他們也不會限制你甚麼品牌,限制你價錢 當然我也知道有很多學校有這樣做 但實際上他們也沒有做一個一刀切,不讓你拿一些有品牌的東西 也不會因為你拿了一個貴一點的電話上學 或者你用的電話是最新的型號,他們就會懲罰你 類似是這樣的 我覺得可能在這個地方,如果雙方能夠給我更多的回應 我覺得其實這場比賽就會聚焦很多 而且似乎是回到賽會想討論這條辯題的原因 這是我的第二點 第三點,我覺得對於今天大家的標準上 我有一點模糊 最初我不是很聽得出的 是慢慢再說的時候才覺得 為何正方對於法禁的理解是 因為我明白的,很難給一個很清晰的定義 甚麼是法禁呢?禁止甚麼又不禁止甚麼呢? 所以正方就很籠統地交代了一個他認為 理解法禁的方法就是 只要你整結就可以了 或者他們的立場上也有說明 有些類型的法禁都是不接受的 但我第一次聽下去,我都會覺得 如果有部分的法禁是禁止的話 其實是否都已經適合了法禁的定義 所謂小聲的改動就不可以理解成為禁止 這個說法,似乎正方今天未能說服我 而反方對於這一點的挑戰也沒有作出太多挑戰 但到了異庫、台下法文才有較多的挑戰 我覺得還是有點疑太遲 而反方的報復回應 其實我覺得如果你擺前一點的話 都已經是一個對你們來說 是一個有利的戰場 正如你們的第二副片都會問 那甚麼是整結呢? 人人對整結的定義不一樣 可能你不喜歡爆炸頭的 你就會覺得曾比特的頭髮是非常不整結 但如果你是一個很開放對於不同的髮型 你也會覺得有很多自己見解的 其實你覺得爆炸頭絕對是一個整結的造型 甚至乎你問我 我不是一個特別喜歡爆炸頭的人 但你也解釋不到爆炸頭是否一個不整結的髮型 其實都是一個很難定奪的說法 所以如果一旦正方的這個說法成立的話 你就要回答我 有人覺得爆炸頭是很企理的 有人覺得是很烏尾的 那以誰的觀感為準呢? 如果最終都是以學校的觀感為準 那其實是否學校已經在實施他們眼中的法禁呢? 所以我覺得這個位置 正方有一點輸蝕了的位置 就是立場有點曖昧 什麼是禁止呢? 如果你們堅決覺得髮型的不一 和髮型的比較誇張 大眾覺得比較誇張的髮型 都不會影響一個學校的規矩的話 那其實你們會不會大膽一點 嘗試挑出你們本身的想法 如果一個學生是每天洗頭 總之他不是由頭分面的 其實他真的爆炸頭也沒有問題 甚至乎你說反方挑戰你 你的髮型是阻礙後面的同學 那為什麼大學生上課 又不會關心這件事呢? 為什麼大學生上課 是不是就是一句 因為大部分的大學生成了年 成了年也好 大學其實都是一個學習的環境 你都要以學生學習的利益為大前提 為什麼大學的環境 你又可以被人遮住別人上課 又可以被人選擇自己喜歡的髮型呢? 等等的說法 我覺得如果這樣的話 會不會政方都容易些去防守呢? 但最後我覺得 我也不知道是幸運還是不幸運 就是反方也好,政方也好 對於對方主線上一些 聽上去不是很清晰的部分 都不是很膽敢作出挑戰 所以大家的回應也不算是被人問到啞了 這個情況出現 但客觀的結果來說 可能這樣是好的 但在學習或者討論 或者比賽的精彩程度來說 似乎這些回避 或者這些不足夠的反應 令到內容還未能夠推進 亦都令到大家的回應也很適合 自己本身設計好的 連台下法文也照樣回答 這些我就覺得 可能以後有機會的話 都可以再準備多些 或者可以再嘗試挑出自己本身的想法 再作出精準一點的回應 謝謝主席 今天的意見到此為止 謝謝評估的評估 現在有請陳東亮老師 就三方的語言出現評估 謝謝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早晨 不好意思 因為我有鏡頭的手電腦 留在車上 所以我就只能夠用這個方法 就是聲音和大家聊聊天 其實很坦白說一件事 剛才陳小姐已經很清晰地說了 其實今天我也很想說的話 我相信雙方的辯源應該都是初中的同學 我沒有理解錯誤的話 如果你說把今天的辯論比賽 當成一個作文題目去看的話 很坦白說一件事我就會比不合格 所以我剛才就覺得陳小姐 是相當溫和和客氣的 今天的題目的重點其實應該在不合時的地方 但是反方提出的 就是兩個重點 他第一件事就是說破壞了學習風氣 也阻礙了學生培養自主學習 第一件事就是我極相信 反方同學基本上是不知道自主學習是什麼 無論你的髮型是怎樣 或者到底你的裝扮是怎樣 等等這些其實完全不影響你 所謂的自主學習的態度 其實根本這個項目是完全不成立的 我覺得是一個相當弱的項目 然後第二件事就是說攀比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今天辯論比賽中最精彩的地方 就是正方問了一件事 其實是不是那些什麼書包 文具那些全部都攀比 是不是所有東西都會禁止這樣才行呢 其實也某程度上說了一件事 就是法禁本身很大程度上 其實是不關攀比的事 要攀比的話 什麼都可以攀比的了 很坦白說一件事就是 法禁的原意 基本上就不是在這裏 所以我覺得其實很坦白說一件事就是 反方他整條主線 我只是這麼說 我覺得是完全錯誤的 還有第二件事就是 泰波集中起討論 法禁應不應該 就是對不對 就不是討論到底是否不合時宜 所謂不合時宜其實最主要 其實很坦白說一件事 正方起開邊的時候 其實有說過什麼叫做不合時宜 但是雙方其實就做了 感覺上就不太連貫了 就是說正方他自己說了不合時之後 後面就說得不太多 於是我們就看到一件事 如果正方覺得 他對不合時的解釋是準確的話 那他有兩個重點 他就說其實現在社會進步了 其實某程度上你需要論證的 就是告訴我 到底社會進步了多少 最多進步到一個什麼地步 令到法禁這件事 本身已經是不適合再放 在現在這個時代那裡繼續用 很坦白說這就是一個論證的過程 但其實實際上我覺得相當不足 做得不夠就告訴我 到底社會進步成怎樣 另外很坦白說的一件事就是 有幾個概念 我覺得特別要考慮的 在這條辯題裡面 我覺得大家好像不太能夠談及到一件事 就是到底為什麼今天會產生這條辯題 其實最主要我相信 我相信 就是因為黃芬藍的小朋友 提出了一個這樣的投訴 在評機會 其實就是在說這一點 其實如果大家花多點時間去 因為那個中學生又拍了一些片 我又覺得大家好像對這個題目的背景 那個探討其實是相對少的 他其實今天 就是他提出這個問題 為什麼他到評機會呢 其實最主要就是講那個 就是性別定型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這個可以是今天討論的重點來的 但是大家的討論就相當少 所以就我會覺得又不是好是我那個期望 第二件事也都很坦白說 就是大家對那個不合時的理解 以及那個論證也都不是做得很夠 最後什麼我想說很少東西的 就是到底今天這個法禁的效規 其實是用來做些什麼的呢 其實某程度上他都不算是一個很死的規矩 所以我就會覺得其實是不是有些東西都可以 你想想一件事 所謂的法禁其實不是完全沒有那個自由度的 第二件事就是其實所有定的校規 其實基本上包括校服的服飾 包括髮型本身其實是要展現了辦學團體 希望看到他的學校的學生展現了一種什麼的形象 其實某程度上都相當重要的 也都坦白說一件事 我好認同陳小仔所說的 就是大家就沒有談論到學校的角色 尤其是辦學團體 當然如果大家在準備這一條辯題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看看學校行政搜集 到底學校應該怎樣處理這方面的問題 其實有很多東西 我就覺得資料搜集 其實就不是說一定去 就好像要去找一些外國例子 去說明一些東西 例子適用 扣辯題 這樣才是一個合理的論證的元素 那否則的話大家就拿了很多例子出來 但是又說不到這條辯題 其實我就覺得是一個不理想的表現來的 那我講的是這麼多了 多謝各位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的提議 現在最後有請後悟豪先生 為大家的提議 謝謝 各位跟教師 各位跟我說早上 其實我第一位的評論都跟另外兩位都一樣 其實這條辯題 很想要大家論證或探討的角度 就是在講的是VIL-C 那你問我 其實因為這條是一個實現的命題 但是可惜的是 我覺得今天雙方取態 都在用我們很常見的套路 都在用鷹然的打法 其實如果你問我 我個人的感覺就是 如果你今天要論證這條辯題 是不是對 或者是錯 實現辯題 正方的論證是對 反方的論證是錯 會是 你們雙方要論證的是 第一 發禁 第二 所說的是VIL-C VIL-C背後代表的是社會的風氣 社會的現況 所以你要做一個對照 一個比較 就是發禁這個措施 和社會的風氣 社會的現況 是不是一個可以論證到一個結論 是VIL-C還是VIL-C 所以做了這條辯題 我更加需要考慮大家 整方清楚的就是 那個的定義位置 就是我用一個 例如中學生 可能會做一個 中史的一個評論題 就是說 秦始皇是暴君 那你也要討論 秦始皇做的是什麼 暴君的定義是什麼 那你才可以論證它 會是還是不是暴君的 會是 那 那 所以我覺得就是 這個條辯題 大家討論的時候 有一點點偏離了 就是我叫做 預設的期望 會是 那 但是我會想說 大家其實應該有這個意識 會是 那為什麼這樣說呢 其實是 在政方的主面立論的時候 我聽到他 故典會常說 中西的文化 就是 香港的一個 政治性 其實會正正是大家 所以我覺得 需要落心進去討論的位置 去到第二條的台下發問的時候 就正正有一個 我覺得那條是最關鍵的 就是今天正反雙方 其實應該探索的地方 就是在於什麼 因為反方的台下發問 就是現在我們社會 對同性婚姻 可能還沒有共識 就是他講的 沒有共識 就等於不合適 但是政方的同學 雖然很簡短 但是有一個概念就是 有討論我們OK 所以其實問題就是 在於這個關鍵的地方 有討論 和有共識 今天討論 如果有討論 就叫做 我們應該改變了 那就應該是今天正方的立場 反方的立場就是 我們有共識 才可以論證到 他應該要廢除 所以現在還不是不合適 所以我覺得這個位置 就是正正雙方 和他們應該要探討為止 我覺得是 第二個想法就是 其實相關雙方 我覺得都可能是 變原機會上前 我很強烈的建議 就是這麼多台上的快樂同學 或者台同學 如果你將來繼續 在辯論這個活動 繼續參與 我覺得這場比賽 大家會再看下去 會是 因為我覺得 大家自己有多少成長 會是 因為其實你們想回 可能你自己談一條的變題 可能你們都會想過 對方應該會想過 對方怎麼打 對方怎麼去做 而今天我覺得 正反雙方的策略 是十分十分接近 我自己說是 接近100%的 copy的打法 我會聽到對方 正方所說的話 正方的主辯所說的論點就是 如果維持法禁 無助學生成長 維持法禁 就防礙社會進步 這兩個是一個 如果維持法禁 有的閉處 某時候上 打法就是要正方去解釋 這兩個閉處 如何解決 反方就是 一旦放寬了 就會影響他人 防禦學習 放低學習風氣 一旦放寬了 一旦跪除了 就會引起頭髮 競賽等等 那也是把這個放寬了 預計的跪處 又彈給政方 你政方你解決 給我看 正反相當的打法 我自己的想法就是 取態完全是很接近的回合 所以我覺得 台上的同學 可以下次再想想 如果你面對最高的打法的時候 你會怎樣去處理 我覺得這個是很特別 今天正方所講 都好像把一些論證站 拋給對方去解釋 然後自己要論證的事情 是沒有怎樣去論證 例如你問我這條變態的時候 好像正方是難打的 但我覺得反方也有些事情 是難論證的 譬如你所講 反方說一旦廢除了之後 有些什麼閉處 其實我覺得其實他都要論證多些 那個後果必然會出現 我一會兒回應那個部分 我再講 但我覺得這位是正方 沒有常對問得多些 反方的閉處 會必然出現的地方 可能一句帶過 或者你用的回應 不是那麼合當 所以我覺得今天 策略上太相似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 為什麼要想重看 就是那時候 你重看之後 可能你建構這條主線的時候 你會這樣想 但如果對手還用同一種策略的時候 你其實想回自己 在思考上面 在量度這條主線的時候 有什麼地方可以再完善 不要去到一個 好像今天我們 互相把那些波 拋給對方的情況 我覺得這個是 我覺得上面 抱一邊緣 或者抱一同學 都可以去想一想的 這個是策略上 有些想怎樣去回應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回應的問題 尤其是四位負面 可以留意的問題 因為我覺得其中一個 這條件是較為生活化 回應的時候 應該可以嘗試減少依賴稿件 嘗試聽完對方去作回應 但當然我覺得 可能經驗上 可能有些壓力 會是始終可能經驗上淺 我明白的 始終我都覺得 我都教學生 其實初初打辯論 可能那些稿是較為多 定稿會較實一點 那可能上次 下次一條生活化的問題 其實可以嘗試多一點 去即時想一下 對方所說的句子裡面 有沒有一些很奇怪 你覺得有問題的地方 例如其實證犯商 都經常都會說 對方承認了某些事情 譬如當政方說 其實其他事情都可以攀比的 打機都可以分心的 那反方就說 你承認了 你都覺得攀比心態是有的 你都承認 學習影響會有差了 反方就說 我們應該特事特辦 有些行學 可能有些聖滅招 這樣的情況 正方說 你都承認了僵化嶺 其實這些位置 其實我覺得 你承認這件事 我會覺得 你營造了一個效果 就是對方好像有退讓 但其實你再想想 對方認完 你會想想 那又怎樣呢 即是在辯論比賽推進上 你說對方認完 其實我覺得 對討論不會生存了 就是我覺得 你要明白 你反駁的時候 你要那個重點 是能夠拆解對方的推論 你說對方承認了 其實就沒有 再之後是怎樣的 我覺得承認了某一件事 純粹在提醒評判 對方是讓步 但這個不能夠幫助你拆解對方的推論 我覺得這個大家可以留意 所以我覺得 譬如有些什麼拆解對方的推論 可以再做多些 其實我用一個例子去想的地方 就是 其實反方嘗試去反方移故 成為一個情況 我覺得這個挺好的回應 但這個回應上是有些 的風險 不過政方沒有提出的 譬如反方嘗試回應 政方說會襲礙了社會進步 學生思維會僵化 鋒固了政界定型 反方就會問了一件事 就是說 不是啊 我們現在有發禁 學生都有思維 有方法都要辯論 會是 其實沒有問題 現在有發禁 但這個位置 其實就是在於 我會反過來想 如果政方台能講 如果我們現在學生是有思維的話 其實我們放寬了發禁 那些學生應該不會麻木到 沒有錢都堅硬去檢頭髮的 不會麻木到沒有錢 我都要問和傑司去檢頭髮 去有一種這麼強的攀備心態 其實這些位置 如果你聽到的話 其實可以嘗試做一些回應 因為我強調 今天反方難論正的 就是說 沒有發禁之後的問題 是難論正的 我自己個人認為 因為我們想想 如果反方的邏輯是成立的話 放暑假的時候 我們應該周圍看到很多爆炸頭 應該是在街上看 紅茶、黃樂、青藍子 應該看到很多種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反方 講法成立的時候 因為青少年 不是突然上學才是青少年 放暑假就不是青少年 青少年是他的階段 應該很多的人都會演發生氣 所以我覺得很多位 如果這麼深刻的發題 我期望下次 有同學可以嘗試 可以跳出一些稿件 聽一下對方的句子上 有沒有一些奇怪的地方 去做一些回應 第三點就是 因為推論上 和資料上的運用問題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這條件 我會覺得 不知道大家 剛剛有更新的新聞 前幾天 剛剛停機會的條件 有新聞講 可能性別焦慮的問題 可能應該討論在性別陣營 會是 但我覺得資料上運用的很奇怪的地方 就是在於今天 例如反方的同學 都用了一個例子 反分一半就說 我們現在有很多男生 就不可以戴耳環 會是 其實用了一個中大的資料 八十人都歧視性小重 我第一個疑問 就是男生戴耳環 是不是等於她是性小重呢 會是 我覺得那件事情 就是在於 我們用資料的時候 要想一下 我們這個討論 雖然可能會講的是 受性別陣營的問題 但是效規上面 那個問題 都可以想得多一點 就是那個關鍵 在哪裏 那個必然關係 在哪裏 用的時候 可以再講得清楚些 所以我覺得這個位置上面 這個焦問題 其實正當反方 都是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時間關係 我都不想講太多 我覺得是 所以我覺得這個位置上面 是 可能 留意一下焦上面 或者可能是 講得不清楚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是 留意一下 最後一點是給正方 因為剛才好像 我和陳小姐 覺得 這條 主線 正方的主線上面 有些奇怪的地方 正方是 他開頭主線 因為我沒有抄錯 我抄流 正方主線所說的 就是 林同學的事件 令到一個變態 應運而生 但是沒有清晰 界定 他今天所說的 法禁 就是說 是一刀切僵化的法禁 正方的一副常識出來 所以說 我們現在法禁所說的硬性 有平衡 就叫做已經放寬了 所以 這條不合適 就成立了 會是 那 我覺得這種 打法上面 我先不說 我自己 接不接受 我會覺得 如果正方同學 或者正方的 可能是老師 或者教練 如果你的立場 是覺得我今天論證的 正義就是 法禁一刀切 那種 完全不合彈性 校衣一定要穿 不可以在寒冷天氣警告 穿一些 的 魚絨 我不知道 例如我學校圍 寒冷天氣警告 可以穿魚絨 會是 也不限魚絨的款式 因為魚絨 多數都貴 那如果 政方的邏輯 是說 總之法禁制 一刀切 你反方有任何放寬 左的地方 都已經是 正來的問題 我會覺得 提早主變立論的時候 講清楚會好些 總好 可能在正方一副 講一些 去到台下發問 第二條 都嘗試提到台上 就說 現在有很多過時的限制 已經放寬了 其實是 叫出正方來主線 其實它定義位 在這個著墨 著墨的地方 會是 但是可能 我自己覺得 如果是方便 或者更有助 政反雙方的討論 是應該盡量 在主變實 清楚交代一些 但我覺得 場地可能 可能我敲漏 但是我覺得 我自己聽這份討論 不是太清楚 因為我覺得 如果政反立論 清晰定義的話 更加有助 大家在這個準則 論點的之後 討論 更加好 更加可以深入一些 所以我覺得 最後一個 在定義上 可以早些 清晰立論 這個如果是 晚方堂 可能日後 需要考慮 都可以留下 我自己個人的實法 這個我個人的實法 就是在一場比賽 早些立論 清楚定義的話 總好過中間的東西 變來變去 因為我自己 我的結果 就是我這個位置 我會被政方 可能那個論點連貫性 就是在那個比賽上 會有一點點影響了 OK 那這個是我的評語 加上時間給主席 謝謝 謝謝評判的評語 因為分子 還需要一點時間處理 所以請三位評判 和演唱學校 都可以 稍微等一下 謝謝 現在為大家 在公佈賽果之前 首先為大家公佈 本場比賽的最佳辯論員 今天的最佳辯論員是 現今香港中學 對學生實施法禁不合事業 由正方九龍塘中學中學部 對反方南田勝保六中學 正方得票為一票 反方得票為兩票 賽果為一比二 由反方得票為兩票 恭喜 今天的比賽到此結束 多謝大家 都辛苦了三位評判 和財政的同學 謝謝 多謝大家